翻唱或是手打 telung 翻唱或是手打電話 Hello 我是Peter吳尚豪 藝術總監 今次的專項是可以和八個藝術家 為男車全新打造新畫面 我的作品是想帶出一件畫得到的聲音 街上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金魚街 女人街 起碟街 每一個街道的名字來得更加直接 感情來得更加連繫 藝術就在生活入面 在你和我之間 我記得小時候爸爸搭我男車是很開心的 斜斜的畫面和周邊的建築物的變化 到現在都在我心裏 我們期待下次見面 大家好 我是Evon 做了廣告插畫 跟香港男車創作這個插畫的理念 就是把香港的中西匯聚 新舊交融的感覺表現出來 融合了二月長片和迪士尼動畫的手法 做了一個遠君表妹和野豬先生 做到香港美的童話 第五代男車出賣了 我叫John 筆名叫星野 我今次的主題就是 香港一些舊的建築物 還有一些消失了的建築物 就是貨車載著一個子船 子船降落在星海 把童年的回憶所有事物化成星光 出現了這個畫面 第五代的纜車退役 雖然回憶是逐漸退色 但是他的記憶就會留在心裏 就好像星角不現 就是這樣 我是Uptow Worksop的uncle 我就是做桃鴉 很高興這次可以和山頂纜車 做到這次的合作 這次我這一部分的主題 就是關於山頂纜車的歷史 因為這個第五代的車身 它是由89年到今時今日 就是剛剛32年 所以我就寫了中文的32載 這四個字 就代表到關於這輛車的歷史 這輛車其實是眼濕濕的樣子 因為很捨不得 山頂纜車雖然已經經歷過五代 接下來第六代 但是其實對我來說 感覺最大一定是第五代 因為我就是在這個年代成長 我的成長裡面全部都是關於這一輛 所以希望將來會有新的時候 我都會好好記得這一輛